衰弱的人 有可能不小心跌倒 或者是身重病 要住院 要休息 到最後很快就进到 Farrier这第四个F的阶段 这个Farrier就是我们所谓的失能 失能就是 不管你要洗澡 要吃饭 要出门 要推轮引 都要人家帮忙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八年多的时间 可能就在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四个F里面的 Farrier跟Farrier这个阶段 都属于不健康年龄 就是需要人家协助的 这样生活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说行动力 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 可以逆转 把这个4F 做一些调整之后可以逆转 老人家有机会可以变F4吗 没问题 真的假的 陪我去看旅行 F4 我现在其实你看电视或者是网红 有一些八十岁的男模 哪里有 有看过吗 我最炫东北人对不对 是 现在其实很多女生七八十岁也可以当女模 我都看了郭台铭七十岁还可以生儿子 可以生小孩的 我都关注这个 这个就另外的啦 另外的 但他不是随随便便便来的 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们是靠训练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专家要来训练大家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超慢跑 有听过吗 没有 没有 但是大概知道是怎么跑法 这个从日本红到台湾来的 来 前一跑 你觉得超慢跑 我是完全都没有听过啦 所以我只是照字面的解释 就想说超慢跑 我想翻译就是 Slow motion run 等一下 你先跑你原本正常的跑步 正常跑步大概就这样跑 那你认为的超慢跑是这样什么样 如果超慢跑的话 大概就是公车在前面 你就要这样子慢慢跑 哦 自己变成慢动作 等等我 公车 真的是Slow motion 我想说应该是这样 就可以训练我们肌群 对吧 老师 我觉得前大师 你跑 你跑错了 你跑错了 你跑这样太慢了 我觉得超慢跑呢 其实有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 然后放大一点 所以呢 一定要这样跑 天哪 这感觉超级马力 对啊 你好活泼哦 就是这样子有超人的感觉 就是跑警察吧 还是会被警察 我觉得超慢跑应该就这样 你是说超人结合上慢跑的概念 对 没错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 来 我们来问一下 徐教官到底他们答的对不对 完全错误 怎么了 我们超慢跑其实呢 刚开始初学的人 或者是肥胖 或者有三高患者 年纪大的人 你刚开始可以在原地 先练习左右左右的 那个模式来跑 觉得你这样跑步的姿势 脚觉得还蛮舒服的时候呢 你再慢慢的跑出去 就很慢 他的速度等同我们走路就可以了 这个叫超慢跑啊 就等同走路的速度就够了 哦 好 我们徐教官很特别哦 他是军人退伍 而且过去是训练阿兵哥 体能的教官是超厉害的 可是我很好奇 刚这样跑感觉 都可以不过要 海沈区 V4 但是我也搞得不过 我会变我了 加坡